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陪伴孩子 可要待在家里坐吃山空又养不起孩子 权衡之后 乔燕决定通过家政公司找一个保姆 替自己带娃 可她万万没有想到 这看似两全其美的选择 回令她追悔莫及 噩梦始于2019年5月份的一天 下着倾盆大雨 乔燕下班回家 来不及抖落身上的雨水 就着急地通过微信处理手头的工作 按说这个时间 保姆吴秀平应该在厨房做饭 可今天厨房里静悄悄的 也没有闻到饭菜的香味 乔燕觉得很奇怪 放下手机 一边喊着保姆的名字 一边往卧室走 眼前的景象 吓得她 差点瘫倒在地上 保姆吴秀平跪坐在床檐上 脸色煞白 神情惊慌 双手抱着孩子 边拍边晃 可乔燕九个月大胆女儿苗苗 脖子软得像面条一样 毫无反应 乔燕一个剑步冲上前 从保姆手里抢过女儿 只见女儿面色发紫 双眼紧闭 她吓得赶紧把手放到女儿鼻子处 竟然感觉女儿似乎没气了 乔燕是又急又怕 对着保姆猛推一把 吕声说 我女儿到底怎么了 吓着她的保姆 这才回过神来 她结结巴巴 吞吞吐吐 也没说明白 乔燕来不及细问 抱着女儿 带着保姆 就往医院赶 时至堵车高峰 尽管乔燕开车是一路鸣敌 甚至是摇下车窗来 哭喊着请入人让路 但紧赶慢赶 还是耽误了半个多小时 才赶到医院 经医生初步判断 孩子是因为吸入异物 导致了窒息 吸入物成凝胶状 疑似果冻 乔燕一边看着医生护士 匆忙地从急诊室进进出出 一边是连推带嗓的 这位身旁的保姆吴秀平 果冻对婴儿很危险 你不知道吗 家里从来就不买这种零食 果冻是哪来的 你为什么要为我女儿 吃这种东西 你安得什么心 乔燕连珠炮似的逼问和哭诉 让本就吓上来的保姆吴秀平 一下子跪倒在地上 她一边哭 一边扇自己的耳光 连声说都怪自己不小心 两个女人的哭诉和懊悔 还是没有留住婴儿的生命 经过二十多分钟的抢救 医生遗憾地告诉乔燕 孩子气管吸入异物 因窒息时间过长而导致死亡 听到这个噩耗 乔燕彻底崩溃了 这乔燕呀 她在一家培训机构 做辅导老师 三十七岁才艰难怀孕 有一次她提前下班 竟然意外地撞见了 丈夫和情人在家偷情 此时她才知道 丈夫已经出轨一年多了 这性格大打咧咧 粗粗拉拉的她 竟然都没有发觉 心灰意冷的乔燕 狠心离落婚 却狠不下心 打掉腹中的孩子 离落婚 孩子就是乔燕的命根子 她决定拼命努力挣钱 不能让女儿过得比别人差 学生们临近高考了 乔燕的工作分外地繁忙 但相应的收入也会增加 她常常加班 想多给孩子挣点奶粉钱 这孩子就全权 托付给了保姆吴秀平 可没想到 自己为了孩子忙 却把孩子忙没了 痛定思痛 乔燕突然回过未来 九个月大的孩子 不可能自己剥果冻吃 果冻肯定是保姆吴秀平喂的 是她害死了女儿 想到这里 悲痛的乔燕 像一头发了狂的狮子 一边愤怒地报警 一边扑到保姆跟前 是又锤又打 而保姆吴秀平既不申辩 也不还手 只是默默地承受着 直到警方前来调查 乔燕强撑着 把女儿的后事打点妥当 她来不及休息 就赶去了派出所 追问案件的进展 半警察告诉乔燕 经过反义鉴定 导致孩子这些死亡的义务 确实是果冻 而保姆吴秀平也承认 果冻是她喂给孩子吃的 但是吴秀平到案后 情细举动非常难过 案发具体原因 还有待调查 警察同时也让乔燕回忆一下 和保姆之间 是否有什么过节 以便帮助判断 这到底是一起 有预谋的杀人案 还是一桩意外事件 乔燕前前后后 反复地琢磨 在今天这件事情发生之前 她一度觉得 自己还挺幸运 能够在家政公司 找到吴秀平 这么靠谱的保姆 保姆吴秀平 不仅干活起一块麻利 还烧得一手好菜 更难得的是 她对孩子极好 吴秀平来的时候 乔燕的女儿刚刚满月 体弱娇气 常常生病 这每次孩子生病 吴秀平跟自己一样着急 大半夜陪着她 抱着孩子去医院 楼上楼下她跑 从来没有抱怨过 孩子夜里哭闹 吴秀平也总是披着衣服 就抱着孩子耐心地哄 乔燕过于不去 可吴秀平却说 自己也是李役 儿子养在前夫家 平时轻易见不着 看着苗苗 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一样 都是当妈的人 对孩子好 是本能 举手之劳 让乔燕不用放在心上 出于母亲之间的信任 乔燕对吴秀平十分放心 两人一直相处得不错 可不久前 乔燕表露过 要辞掉保姆吴秀平的意象 吴秀平干得好好的 乔燕为什么要突然提出换人呢 原来 2019年春节一过 便是临近高考的最后一个学期 乔燕的工作更忙了 大部分时间都是保姆 独自在家带孩子 乔燕每天都很晚才回家 同事提醒她 要小心保姆偷懒 她不以为然 但是同事又说 你之前还不是对你的老公一百个放心 结果呢 偷情都偷到家里来了 同床共振的男人都靠不住 更何况一个外面找来的保姆呢 同事的这句话 让乔燕心里是一阵的隐痛 她也就留了个心眼 回家抽查了几次 果然发现有好几次保姆 吴秀平都不在 只留女儿一个人在家 吴秀平解释说 给孩子做腐蚀的材料没有了 临时出门去买了 乔燕就叮嘱保姆 这么小的孩子 不能一个人在家 家里需要什么 提前告诉她 她都会买回来 可是乔燕最近工作 实在是太忙了 保姆写的购物清单 她不是把小准条给弄丢了 就是把东西给买辣了 所以啊 保姆还是经常一采购为由 外出 乔燕有一次回家发现 女儿已经睡在了床沿边上 差点就掉到床下了 而保姆却不在家 她气急败坏地 给吴秀平打电话 说等学生高考完了 她就自己大孩子 不劳烦保姆了 还希望吴秀平 站好这最后的一班岗 别掉链子 难道保姆吴秀平 是因为不愤意自己 即将被辞退 才故意对孩子下毒手的吗 吴秀平供述称 离婚后儿子归了丈夫抚养 可不久又听说了一个 令她震惊的消息 为不让儿子受继母的委屈 吴秀平在做保姆期间 经常偷跑出去 看望儿子 处于对儿子的思念 吴秀平对乔燕的女儿 也关怀备至 不想她的一个好意之举 竟然因丧了命 致命的活动正在播出 可乔燕告诉警察 自己当时啊 是看到孩子差点掉下床 又气又着急 再加上工作忙 情绪不好 才对保姆没有好气的 事后冷静下来 她也跟保姆道了歉 而吴秀平也没说什么 以她对吴秀平的了解 她是不至于为这点小事 就迁怒孩子的 乔燕的陈述和吴秀平的供述 基本能够相互印证 面对警方的询问 吴秀平也承认说 自己很喜欢乔燕的女儿 喂孩子吃果冻 是因为案发这天下午 电闪雷鸣 孩子受到了惊吓 止不住地哭闹 所以啊 她顺手拿起零食袋里的果冻 用勺子喂给孩子吃 她想转移孩子的注意力 却没想到 伴随着一声惊雷 孩子抽气哽咽得更加厉害了 一不小心 竟然被果冻卡住了 帮吴秀平就赶紧给孩子拍背 可伴随着一阵猛烈的咳嗽 孩子突然闭气了 面色轻子不省人事 她还没来得及不打120 乔燕就回到了家中 警方在乔燕家 找到了剩余的果冻 也从果冻壳和勺子上 提取到了 保姆的指纹 案件调查到这里 事实经过已经基本明确了 保姆吴秀平 没有杀死孩子的故意 但为婴儿吃果冻 对婴儿的窒息死亡 具有过失 吴秀平被以涉嫌 过失致人死亡罪 批准逮捕 乔燕心中还有一个疑问 那就是女儿吃的 用的都是自己买的 就算是保姆出去采购 也都是买一些蔬菜和米面 等大人吃的东西 为何家里会突然出现果冻 孩子吃掉的果冻到底是哪儿来的 保姆吴秀平的供述 解开了乔燕的疑惑 果冻确实是吴秀平买的 但不是买给乔燕女儿的 而是买给他自己的儿子 牛牛的 原来吴秀平做保姆之前 是印刷厂的职工 工作期间惊人介绍 和工友大纲认识了 这吴秀平初中毕业 就打工挣钱 在他的观念里 女人结婚生孩子是宿命 所以也没有和大纲深入了解 感觉差不多了就结了婚 后来就有了儿子牛牛 但是好景不长 儿子出生半年后 这场子教育不好 夫妻两人双双下岗了 吴秀平要带孩子 便催丈夫赶紧再找一份工作 可丈夫呢 口头上答应 根本却不行动 免来呀 丈夫听说老家的赌宅要拆迁 能得不少的补偿款 丈夫就索性不再去找工作了 整日是喝酒赌博 一晃儿子都五岁了 拆迁的事是毫无音讯 丈夫却依然不知上进 吴秀平是忍无可忍 夫妻两经常的争吵 吵到最后 丈夫提出 不想过就离婚 到时候拆迁的钱 一分都没你的份 你可别后悔 丈夫的不务正业 让吴秀平无法继续忍受 于是吴秀平主动提出离婚 可婆婆却提出了一个条件 那就是他必须留下孙子牛牛 那么面对婆婆强势的态度 吴秀平会同意吗 吴秀平虽然舍不到儿子 但他的打工啊 孩子带在身边 照顾起来确实不方便 于是他只能忍痛同意 把儿子留在婆婆家 自己去当保姆 由于前几人雇主 住的都离婆家很远 吴秀平很少有机会 回去看孩子 一年多来 孩子渐渐就跟他生分了 这一次 家政公司 把吴秀平指派到了乔彦家 乔彦家离钱夫家很近 这近乡情切 吴秀平感觉更像儿子了 对儿子的思念 泛滥的母爱 再加上给儿子赚生活费的使命 让吴秀平很珍惜这份工作 可就在春节前后啊 吴秀平听说婆家给前夫 又相了一面亲 自己的儿子 可能就要有一个后妈了 吴秀平放心不下 就常常利用乔彦上班的时间 哄睡了苗表 偷偷跑出去看儿子 她希望能多和儿子培养感情 这也就是为什么 乔彦时常发现保姆不在家 起初啊 吴秀平每次去 都给儿子包红包送抚养费 婆家还比较愿意 让她见孩子 但吴秀平每个月的工资 也就三千多元钱 经不起长时间这么给 后来呀 吴秀平就多给孩子买各种小零食 笼络孩子 因为六岁的儿子特别喜欢吃果冻 吴秀平每次都给儿子买 但是婆家见吴秀平拿不出钱来 就开始找各种理由 拒绝让吴秀平见孩子 甚至不知道对妞妞说了什么 导致她一见到妈妈 就害怕哭着往奶奶怀里钻 儿子的疏远 让吴秀平是既心痛又无奈 婆家不常见儿子 她就只能把母爱 转移到乔彦的女儿身上 可看着孩子的时候 她常常又疼爱又矛盾 孩子哭到不听话的时候 她耐着性子哄 总想到将来给儿子 做后妈的那个女人 会不会也对儿子这么耐心 会不会被儿子哭烦了 打他骂他呢 儿子将来会不会 也对后妈这么依恋 反而跟自己这个亲妈不亲了呢 矛盾和痛苦 让吴秀平常常走神 可当时乔彦正忙于工作 并没有发现吴秀平的异样 而无处排遣的吴秀平 也只能尽可能地多去看儿子 希望儿子牛肉 不要跟自己疏远了 为安抚受惊吓的女婴 保姆吴秀平拿出了 给儿子准备的果冻 竟闯下大祸 吴秀平连忙苦旧 却未能挽回女婴的生命 面对女儿的突然离世 乔彦悲痛万分 乔彦将家政公司告上马里 那么保姆吴秀平犯的错 家政公司是否要承担赔偿责任 吴秀平又会受到怎样的惩罚 致命的果冻正在播出 案发的之前下午 保姆吴秀平原本是买了一兜的玩具 和儿子最爱吃的果冻去看儿子 可这一次呀 前夫的新官正在婆家 婆婆不但没让她见到儿子 反而连她拎的东西都扔着出来 吴秀平委屈地拎着东西 回到乔彦家 天开始下雨 受到雷声惊吓 孩子是大声哭闹 吴秀平想起儿子牛牛 也很怕打雷下雨 非常的心疼 可一时也分不清 到底是心疼乔彦的女儿 还是心疼自己的儿子 她把苗苗抱在怀里 想象的是抱着自己的儿子牛牛 一边轻柔地哄着 一边给孩子喂果冻 这个时候吴秀平忽略了 儿子已经五岁多了 可乔彦的女儿还是个婴儿 不太会吞咽 更没有想到一声惊雷 会让孩子被还没有咽下去的果冻 给卡住了 吴秀平说 看到孩子被果冻咽住 他也吓傻了 赶紧给孩子拍背 可孩子不但没有好转 剧烈地咳嗽了几声之后 反而窒息了 吴秀平无心伤害孩子 他也没有想到 一个果冻竟然惹了大祸 他对不起乔彦的信任 更对不起腰折的孩子 得知女儿死亡的恶好 乔彦是既伤痛又悔恨 可事到如今 他知道女儿的生命再也无法挽回 保母吴秀平也是无心伤害 但乔彦还是决定 要为女儿讨个说法 由于案件还没有开庭审理 他见不到吴秀平 但乔彦觉得 吴秀平是家政公司给自己选派了 出了这么大的事 家政公司也必须负责任 在律师的建议下 乔彦对家政公司提起了民事诉讼 那么在民事诉讼中 乔彦的女儿死亡后果 到底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 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法律点 雇佣关系中的侵权责任 近年来 家庭对保姆的需求量增加 家政市场对保姆的管理 也日益的规范 从原来的托书人介绍找人带孩子 逐渐变成了跟家政公司 签订正规的合同 聘请专业的保姆 因此聘请人和家政公司 以及保姆之间的法律关系 也成为了热点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九条之规定 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 这人损害的 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雇员应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这人损害的 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根据这个规定 如果保姆是家政公司雇佣的 家政公司理应承担赔偿责任 但是家政公司却抗辩称 他们提供的只是一种居间服务 乔院与保姆吴秀平之间 才是雇佣关系 也就是说 乔院应当自行为女儿的死负责 家政公司不应当承担责任 那么到底谁该为孩子的 意外身亡负责呢 经过法院调查发现 乔院并没有直接与保姆吴秀平 签订合同 而是与保姆所在的家政公司 签订了家庭服务工聘请合同书 保姆秀平是家政公司 从雇佣的众多保姆中 为乔院指派的 而且乔院也不直接给保姆发工资 而是按照合同约定 直接将每月三千多元的保姆费 支付给家政公司 并需要向家政公司 另行支付保姆管理费 劳务代办费 保姆保险费等各项费用 如合同到期未协约 家政公司还有权调回乌秀平 这些证据均说明 乔院与家政公司签订的合同 并非是居间合同 双方间存在着家庭服务合同关系 乌秀平作为家政公司 根据服务合同派出的工作人员 受到家政公司的管理 属于家政公司的雇员 所以家政公司 作为保姆吴秀平的雇主 对保姆为女婴吃果冻 导致其窒息死亡的损害后果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同时保姆吴秀平作为工作人员 在本次事务中存在重大过失 因此应当与家政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由于乔院并未对保姆主张责任 家政公司与保姆的内部关系可以另案解决 因此法院判决家政公司赔偿死亡赔偿金 丧葬费 精神损害服务金 等共计78万余元 判决生效后 家政公司主动履行了上述义务 很快 保姆吴秀平的刑事判决结果也下来了 法院经审理认为 保姆吴秀平没有杀害乔燕女儿的故意 但在从事保姆工作中 因疏忽大意的过失 致一人死亡 结合保姆吴秀平的一贯工作表现 到案后如实供述等情形 认定其行为细情节较轻 根据法律规定 可判处三年以下有去徒刑 考虑到吴秀平 在明知他人报案的情况下 配合抓捕如实供述 依法可认定为自首 最终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 依法判处保姆吴秀平 有机徒刑一年六个月 宣判这天 乔燕和吴秀平两位母亲 在案发后第一次见面 听到判决结果 吴秀平当听表示服判 并下跪向乔燕道歉 而乔燕这位悲伤的母亲 也最终选择了原谅 因为毕竟当初 吴秀平是真的 对自己女儿视若挤出 此时他也为孩子的死 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观众朋友们 通过苗苗死亡的悲剧 我们还能看到的是 两个女人婚姻的悲剧 乔燕因为遇人不输 成为了单亲母亲 被迫以异己之力 肩负养育孩子的重任 最终盲中有输 引发了悲剧 而吴秀平呢 他觉得结婚生子 是女人的宿命 嫁给谁都是一样的 所以并没有对丈夫的品行 性格做深入的了解考察 就草率地结婚了 结果不仅遇到了 不靠谱的丈夫 还有不明事理的婆婆 婆婆不但不纠正 儿子的好吃懒做 反而残忍地阻止吴秀平 和自己的儿子牛佣见面 这种蛮横不讲理的处事方式 显然不是朝夕形成的 可以说吴秀平的婚姻 从一开始就埋下了 不幸的隐患 其实呀 对吴秀平来说 他可以通过行使 法律规定的探视权的方式 来保障自己经常性 看望儿子的权利 好 下次再见 上司用把柄想要挟 让下属替自己考试 结果出了事 另一案件 老板为让下属报恩 竟然让下属干违法的事 两位领导的结局如何 职场中面对领导提出的不合理要求 我们该如何应对 上司让我背黑锅 下期播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